回到小萨刚才讲的云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从人类社会来讲 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只拥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时间 一个叫空间 但是云这个概念 真的其实本质上是 打破了时间和空间 所以大家讲到为什么会有云计算呢 我们用计算 也可以打破原来的时空的限制 过去你用计算机 只能在你办公室 现在我们用计算 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用 那么某种意义上讲的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变化 城市大脑的很多的考虑 就是要破时间和空间 杭州算是一个移动支付 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了 但是有一个数据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做城市大脑以前 依旧有80%的人 都是到了景区的门口 才想到排队买票的 其实每个人都浪费了 他很多时间就是为了买张票 那么当时就起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叫什么 就是要让每一个游客 在杭州多游一小时 这个什么意思呢 不是要每一个游客 在杭州多待一小时 这是有差别的 是这个游客 在杭州逗留的时间 不变的情况下 能够多游一小时 那这些时间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他不要排队了 这个宾馆入住也不要排队了 这个景区门口也不要排队了 交通也不堵了 他这一小时时间就出来了 所以才会有什么呢 杭州就有了一个 叫做20秒入园 大家可能会把它叫做 刷连入园 但是刷连入园 你如果不能把它变成 20秒入园 就是一个零到一的事情 但是你把它变成20秒入园 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事情 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核心就是城市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时空的资源 要被很好地利用 所以我想城市大脑 给了我们一次 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机会 那城市大脑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其实改变了 人类认识城市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 也推动了我们 怎么在人类发展历史上 每个阶段来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现在听得比较多的 讲第几次工业革命 可能听得最多的是吧 人类从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都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样来划分人类的发展 有点不公 其实因为更重要的事情 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你知道 所以后来因为做城市大脑 我自己觉得 我们应该从城市发展的角度 来看这个社会怎么发展 其实我们是第三个阶段 刚刚开始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我把它叫做马力时代 也就是说城市出现道路了 是城市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马路 还叫马路 其实城市出现道路 是从罗马开始 所以大家可能一定记得这句话 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 有这句话对不对 为什么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呢 是因为当时 罗马人扩张的时候 罗马人 他对道路的基础设施 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 所以是罗马人 打到了哪里 他把路秀到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道路上 留下的所谓有 行车的道 还有人行道 这个说法 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那今天大家觉得这是个 协议未尝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当时就是一个 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这个马力时代 我不当时讲的马力时代 因为有了路 它就可以把马匹 引进了一件事 使得城市 就不再可以靠人力 来完成很多事情了 但这个马力时代 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的 在我看来 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持续到一直把电力 引入到城市的时候 其实人类一直处在 马力时代 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 大家可以看 哪怕是在蒸汽机出来以后 来衡量一个城市 发明的程度啊 还是用一个城市 有多少匹马来衡量 一直到纽约为止 第一个把电力 引到城市里的城市 所以慢慢呢 就是电力的水平 就变成一个城市 发达的水平了 就是我们有了马力 我们有了电力呢 使得人类 能够享用到了 以前不可能有的 自然的资源 所以我们就可以挖地铁了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 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了 但是呢 你就可以想象啊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从来没有问过 多少公里的地铁 是适合一个城市的 我们一个城市 到底是用掉多少度电 才是真正是合理的 所以有一次我去英国 那么那天正好在伦敦街上啊 还看到一个 关于环保的一个展览 它整个画面的这个右边啊 放了这个四个汽油桶 那么它就讲在埃塞尔比亚 非洲的埃塞尔比亚 每一个家庭 每天大概用掉了四汽油桶的水 而且这个水呢 是不干净的 但是它有意思的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的这个画面的左边啊 也放了16个汽油桶 它就讲在英国 每一个家庭呢 每天要用掉16桶的 这个汽油桶的水 而这个水是干净的 所以它讲我们应该为全人类呢 提供所谓的清洁水 城市大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问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对每个家庭而言 究竟是四桶水够了呢 还是要六桶水呢 还是要八桶水呢 还是要16桶水 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说如果四桶水就够的话 我们把八桶水搞干净了 也是一个浪费 这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事情 那城市大脑呢 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回过头来 就会去想着 刚才那个车的事情 就是你到底是解决 三百万辆车的问题 还是解决三十万辆车 问的问题 这是对一个城市来讲 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想呢 我们过去的科学技术呢 其实没有去认真的回答 我刚才讲 城市大脑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到这个时候 当马力时代 电力时代 给了我那么多的机会 去使用资源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呢 我把它叫做算力阶段 也就是计算的那个算力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城市用掉的每一堵电 用掉的每一滴水 用掉的每一寸土地 都是要被认真的算过的 我们把算力的时代搞好的话 一个城市呢 可能只要今天十分之一的水 十分之一的土地 十分之一的电 就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规模的城市 能够生活下去了 那我们可以拿出那90%的资源 让年轻人去做创新